听到不能吃蛋的这个说法的时候 很多朋友都有非常大的情绪 觉得说不能吃蛋那怎么办 那么其实因为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的饮食 其实跟蛋真的已经似乎是离不开了 因为从早餐的荷包蛋蛋饼或者是三明治夹蛋 甚至到午餐的蛋炒饭 紫菜蛋花汤或者是卤蛋蛋包饭等等 好像我们的饮食当中跟蛋有非常非常密切的关系 那么我可以了解说 这个听到说不能吃蛋或是要减少蛋的食用的时候 会有很多的情绪 那么这个是可以理解的 那么但是如果现阶段已经有一些的慢性疾病 那么不管这些的慢性疾病是在皮肤上的问题 或者是肠胃道或者甚至是一些的疼痛 比方说像偏头痛或者是一些神经痛等等 那么这些如果我们有这些的慢性疾病的话 在疗愈的过程当中吃蛋真的会影响我们疗愈的速度 好了那么我们说这个在疗愈的过程当中不能吃蛋 其实蛋本身是没有问题的 它本身有它本身的营养 那么我们人类在过去几百年的时间 其实我们也很习惯的透过蛋来摄取它们其中的营养 那么这个在曾经有一些地区 那么当时的饮食的条件不是那么好 也是把这个蛋当成主要的维生的这个营养的来源 那么一样的就是因为它非常的营养 所以在这个实验室里面 如果要培养病毒跟细菌的话 其实它们就是会用蛋来去做培养 所以它们用蛋来培养细菌病毒的方式 就是用针筒把这个细菌病毒打到蛋里面 然后让它自然的去繁殖 那么这个繁殖的速度会非常的快 所以大概短短两天的时间 原本的病毒的数量就会增加到十亿倍以上 那既然蛋这么营养 为什么我们不能吃呢 因为我们现在的环境 在过去的环境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在过去没有特别什么样的慢性疾病 可是现在大概几乎每一个人都多多少少有一些慢性疾病的问题 那么在这些慢性疾病的背后其实有一个真正的原因 这个是在医学界不知道的一些的原因 也就是这些慢性疾病的背后 其实是因为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病毒跟细菌 那么最常见的病毒细菌就是EV病毒 带状炮症病毒还有链球菌 那么当我们的身上有很多的病毒细菌的时候 如果我们再吃进去非常营养的蛋 那就是把它们养大了 那么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的 如果我们吃进去一颗蛋 那这个蛋它的营养成分可以让我们身上的病毒细菌 大概可以维持到90天左右这样子的期间 那么也就是因为这样子 如果我们已经有一些慢性疾病的话 吃蛋就只会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差 而且会阻碍我们疗愈的速度 这个是最重要的原因 有朋友就问到说 如果我改吃所谓的有机的蛋 或者是放木的蛋 这样子可不可以 那么我必须说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我自己的亲身的经验是这样子 因为在过去的几年的时间 我大概就是动物性蛋白质的摄取越来越少 然后过去以来我有一个迷思 就是我觉得似乎动物性蛋白质减少了 我应该要从这个蛋或者是其他的豆类摄取蛋白质 所以我无心当中 其实我过去增加的蛋的摄取 大概有时候可能就是一天一个 有时候甚至到两个三个 如果忘记的话大概吃到三个都有可能 那么在我是今年开始才完全的把这个蛋戒掉 完全不吃蛋从今年开始 那么我发现这个身体的状况有一些非常非常大的不同 所以在很多其他朋友的经验也是这样子 那么在这边特别要跟女性朋友做分享的 也就是说如果你有任何的跟囊种相关的一些的疾病的话 比方说像子宫肌瘤或者是多囊性卵巢囊种等等 或者是你有因到反复的发炎 如果有这些的问题的话 建议你千万把这个蛋戒掉 你会发现在疗愈的过程当中你会变得更顺利 那么这个是很多的女性朋友的经验的分享 以上就是我一些个人的分享 还有一些朋友经验的累积 那么当然这些都是一些的说法 建议你还是自己去尝试看看 我建议可以试试看 就是让自己有一段时间 比方说三天一个礼拜 或者甚至是两个礼拜的时间 让自己完全的不吃蛋 去感觉一下你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真实的 好了那么以上就是我今天的分享 希望我的分享对你有帮助 祝福你越来越健康 也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 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